大家應該都知道多被名言家具可以幫助寫作對不對? 這邊來問一下大家 書籍乃是人累積智慧之不滅明燈 這句英文怎麼造? 嗨大家好,我是Rose 歡迎來到早安單字城 在這個節目裡面 我們會嚴選學測常考的單字 搭配飲料杯蓋的冷笑話 每個禮拜二跟四早上七點 為大家送上最超值的早餐單字族喔 之前有盤點三件小確幸 那今天我們要來分享三件 在高中很令人翻白眼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 You have tons of work accumulated from different teachers 每個老師都覺得自己出的作業很少 就會加起來一大堆 有時候老師的用心 就會從無形化為有形體 現在他們的作業量上 老師的愛真的太多太滿了 真的是先不用 這邊我們先來學一個字 就是accumulate 累積堆積 它的名詞是accumulation 累積是一種慢慢增加的概念 例如累積資產就是accumulate assets 那累積經驗就是accumulate experience 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很常遇到的用法喔 好,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accumulate可以怎麼樣實際的應用吧 大家應該都知道多被名言家具可以幫助寫錯對不對 這邊來問一下大家 書籍乃是人累積智慧之不滅明燈 這句英文怎麼造 好,不要為難大家 超難對不對 這邊給大家選擇題 books are the ever-burning lamps of A. accumulated wisdom 還是 B. accumulated wisdom 還是 C. accumulation wisdom 答案是 A. accumulated wisdom 才對喔 這邊我們可以簡單的由磁性來判斷 名詞前面要放形容詞或分詞嘛 所以呢最恰當的就是A. accumulated 好,第二件讓人很翻白眼的事情 就是下課的時間被老師佔用 The black time is preoccupied by the teacher 好,這個字呢 occupy有佔用佔據的意思嘛 可以延伸為從事或忙碌於某事 那preoccupy呢 從字面上的意思就是事先跟佔據嘛 好啦,所以它的意思是 在你能夠有所安排之前 就被先安插來做某件事情了 那當然它也可以延伸為全身貫注跟入神的 現在呢,我們先回來看一下occupy 但它變成occupation 或是什麼意思呢 有想過一生當中佔據你最多時間是什麼嗎 那就是工作喔 所以occupation 就是職業喔 當然呢,有的人不是中期一生都在工作 所以更廣義的來看 是 irregular activity 或者是 hobby 只要你經常花時間在做的活動或示好 也都稱得上occupation喔 再來呢,要來問大家一個句子 I was too preoccupied to hear the bell 那我到底有沒有聽到鈴聲呢 是當時我太出神了 沒有聽到門鈴聲 還是太專注在聽鈴聲了呢 答案是我沒有聽到 因為加上tutu 是太怎麼樣一致於不能 或是沒有做什麼事情 那答案是沒聽到喔 好,又到了我們的冷笑話時間了 今天要說的笑話跟我們下一個單字有關喔 也是一個斜韻梗 大家可以聽聽看 Why is the army so strict about their uniforms? 為什麼軍隊對他們的制服是很嚴格的呢? 答案是to minimize the casualties casualties 好去减少轻便的衣服也是减少商务亡这样 好第三件事情呢 就是朋友的家管言都不能出来 Your friends can't go out because of strict family rules 大家是不是有经历过想找朋友出门啊 可是有几个你知道连问都不用问了 因为他们的家人是不可能让他们出门的 虽然是怕他们危险 或者是希望他们专注在科业上 但是就是有些扫兴啦 You know 那这个句子里面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呢 就是strict 它跟serious不同哦 你只要分别进strict是严格 serious是严肃的 这样就很清楚了 那strict成见的用法呢 有严格来说in a strict sense 或者是可以拿来表达严格遵循某种原则 像是呢 a strict vegetarian 就是不折不扣的素食主义者 现在又有个问题要来问大家 父母对我要求很严格 要用什么介细词呢 my parents are very strict a to me b in me c with me 哪一个呢 大家想一下 当然是c对人要求严格要说strict with 如果是对某件事很严格 才会用strict in哦 大家要分清楚 好 最后我们来复习一下吧 第一个字 accumulate 累积 名字是accumulation 不管是累积资产跟累积经验都是用它哦 第二个字是preoccupied 在能有所安排之前先被安插的某事 是由occupied占据所延伸的 接下来第三个字呢是strict 严格的 对人是用with 对事情就是用in 好 今天的早安单字城就到这边 记得订阅snap at taiwan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除了在每个礼拜2跟4 早上7点 有早安单字城之外 每个礼拜1跟3 晚上还有晚天书报 跟古文教师大逃脱哦 那赶快带着早餐 跟这些单字迎接美好的一天吧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